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桌面 实在是太好安装 零件也比较少 所以说我这次直接把整个的 在这个神兽上面取圣衣的过程 也给大家展示了出来 首先把神兽上的圣衣取下来 再把我们的这个素体拼装上 这一次的球衣呢 直接变成了黑色和白鞋 还蛮不错的 好的 测试一下素体紧实程度 依旧是很提提 很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松了 反而觉得是一个挺不常见的现象 OK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圣衣的组装 没有大腿甲 直接从小腿甲开始安装 小腿甲比较紧实 这里大家是稍微需要用点力的 脚呢 是依然的丝翻顺滑 然后在桌面上一顶就可以进去了 上臂甲是塑料的 再按一下我们下臂甲的钝啊 还有这个小的下臂甲 我们将手甲在板件上取下来 安装上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安装它的裙甲 这裙甲是这一次唯一的不太好的地方 因为裙甲 它的侧面啊 一会大家在安装上之后就可以看到了 是翘下来的 所以一会需要紧一下改动 然后裙甲的中间腰带扣啊 紧呢 我差点拔不下来 所以说啊 这里大家在拔的时候 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技巧 不要把它拔断 然后我刚刚忘记安装膝盖甲了 因为膝盖甲感觉真的是太小了 跟下边的跟小腿甲相比来说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安装它的胸甲 胸甲应该是采用的一个前开式的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安装完胸甲 最后我们安装肩甲 肩甲也没什么可说的 安装非常好安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银色的爪子啊 感觉稍微有点诡异啊 这个颜色 有种黑之骂糊的感觉 然后我们安装头盔 头盔这里呢 同样采取的是这种左右两半式的头盔 在头盔的后盖处啊 还有一个方形小盖子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安装 然后安装完它的前刘海之后 把龙头安上就可以了 最后呢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裙甲呀 大家用这个手钻 把它的上半部分的这个片按摩的小一点 上面还有这个侧面的这个棱角处把它打磨没 只要能拿顺意的通过就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呢 就是360度的展示时间啊 这边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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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